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办法认命你 我可以给你一些具体的线索上的指导 但是我不能认命你 你要自己到你的县里面去干好事 去帮助人家建立信誉 然后民间公认你是大哥是领袖才可以 我李宁宽没办法认命你做县委书记 这个得说清楚 不能认命 因为没有现实的利益 这就是个奉献 这是个奉献 就是说你这么说 你要从投资做生意角度来讲的话 不能这个风险太大了 你有可能没有回报 万一共产党在执政20年的话 你怎么办 他执政50年呢 你从现在习近平这个干法来看的话 他现在好像控制这个局面还不错 他要说再狠狠心把反腐运动再搞得狠一点 再整几个 那当官的都得拍他马屁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 都是西瓜V大边 台湾术语 对 西瓜V大边 所以说从生意投资角度来讲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一种奉献 你真得信仰 信仰你自己首先 你觉得你自己是那块料 你能够担当这个大任 在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你能够为当地的乡亲 出点力 能够救老百姓的财产于毁灭之中 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的话 你就能聚到人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你那个县里几百万人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县委书记 几百万当中 只要一个你 所以说你自己得 就说还是我说的 你自己得是那块料 你要是根本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就 你别把自己想成大哥 你可以去找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有 一定有 这个就好像 我不是过去老打比方吗 水浒传里面刚开头 公孙盛 得到的这个生神钢的消息 他自己结不了 他得到处找人 最后找到谁 找到了不是朝盖吗 他说服了朝盖 一块干 公孙盛自己抢不了 朝盖一出面 这事就好办了 你就是把自己想象成 你是那个朝盖 你要不是那个朝盖的话 你学公孙盛 你学无用 你去找那个朝盖去 把他说服了 没错 现在他妈里有钱的 有势的 都是跟共产党串在一块的 但是 每个人的悟性 灵性不一样 你可以 说不定 你就能说服他 这个我不能保飘 所以这个 这个三千个县委书记 不是我认命的 我的角色将来是 做认证工作 人家会问 说你这县委书记 人家要是已经是大哥了 干嘛听你李洪宽的 对吧 那这个事 是啊 我不是强迫他 所以说 找那个跟我的理念相符合的 认同我的理念的 也不是我的理念 就认同这个宪政民主价值的 认同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 就觉得以后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 必须得靠这个宪政民主 必须 老百姓为人处事也好 都得依这个普世价值 也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各种这个人权公约 就是世界上主流的人权观念 我们要全盘拿过来 你认同这个就行了 多简单啊 当然了 这个我还在找人呢 在写 把它落到紫上 落到紫上呢 再写得更完善 更好听一点 甚至儿歌都会编出来 传出来比较容易 尤其是在这个县啊 镇啊 村啊 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大哥的话呢 一定要不断的发展自己队伍 你身边有三五个 一开始 你慢慢的要想慢慢增加到 十来个二十个 就是说将来真正你们陷乱的时候 全国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你都陷乱了 你光你一个人不行啊 你得有队伍啊 必须得有队伍 这个细节咱就不说了哈 讲习近平啊 习近平肯定不会承认的 不会承认是他派出去的 不可能 我的情报 我有情报 老领导说不是 习近平过去派过 这个讲一个典故啊 这个这个是个故事 这个人叫方爵 也是北大好像是经济系啊 毕业的 方爵这个人现在生死不明 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精神病收容所里边 这个人呢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哈 北京大学毕业嘛 你想 我记得好像是跟李克强同班同学 那这个人呢 在 这个习近平 在福州啊 当那个市长还是书记的时候 呃 他去投奔了习近平 习近平据说是习近平把他给挖过去的 在那当这个福州市的这个级委主任呢 啊什么的 就这么一个官 挺挺重要的一个贤职 他就是一个书生嘛 文人嘛 呃 那么后来呢 习近平让他到海外 派他到美国 来这个收编 或者说联络 呃 海外民运组织 呃 以被启示 以被将来 啊 到了关键时候 呃 嗯 用 那么他来了 来了之后 我还见过他一面 那他当时还发了一篇文章 特别重要 叫什么 我们时代必须的改变 也就是大体上 呃 那个意思啊 就有点像刘晓波那个 那个 呃 林八宪章一样 只是说没有那么细化 也是大体上也是个民主的一个 因为他就相当于到海外要立万的话 呃 大家认他 呃 你得有个东西嘛 你得有个投名状嘛 要不然我们谁会觉得你是民运人士 我问 你那我凭什么见你啊 吧 所以他弄了一个那个东西 呃 据说好像还坐过牢 但是后来到美国之后 在波士顿 他就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 据说是各民运三头 他都见过了 呃 呃 后来其实发现 还是不行 他生活费用啊 生活费用是呃 习近平可能是安排一个企业家吧 依这个企业家资助他的形式啊 来维持他在美国的生活 后来习近平大概是12年吧 还是还是07年吧 习近平上了之后呢 大概就不要他了 呃 就觉得就把他废掉了 废掉就很简单 就不给他钱了吧 不给钱 他呢 虽然学问很好 但是他没有谋生能力啊 没有呢 那怎么办呢 最后是 而且他还有个特点 他还是一个 有洁癖这个人就是太差的这个这个生活环境啊 不行 你想我啊 我在他妈的这个破房子里我也能睡 我就是地下室我也睡过 他不行啊 他这个生活要求比较高 呃 而且还是个同性恋者 那他他给女人没法弄 他得给男人 他是这么一个人 那很快 你想习近平的钱给他断了之后 他就没办法了 这个精神压力很大 后来崩溃了 精神崩溃了 崩溃之后 后来大概被送到收容所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可以给现在的这个外逃的这些人啊 一个教训 就是说习近平不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你别看他 有人说小的时候啊 都哥们一起 这个什么什么 别听那个 就算这个人 他他这个青少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玩人 他是一个最好的人 等他进入中共的这个机器之后 也就完蛋了 童年的那些那些这个优秀的品质 得不到保障 再举一个例子 胡锦涛 胡锦涛年轻的时候 那是你想他是个 好像是团干部吧 非常好 又帅 小伙又高 又帅 这个 这个又 这个 可爱可亲 又跳的舞特别好啊 同学当中是 女同学当中是大红人啊 然后跟这个上下级领导干部 跟同学关系都非常好 那么他后来 银擦扬错 他的 这个被邓小平选中了之后 接了这个这个江泽民的这个班 那么当了主席之后 按说呢 这是一个很很有人情味啊 这个这么中国人讲情谊嘛 那么就是海外民运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啊 这个人叫万润南 万润南是四通公司的创始人 你现在知道什么新浪微博啊 什么新浪啊 这个四通啊 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这是很早的咱们国家 搞这个组装电脑的哈 这是真正元老 真正的元老 比柳川志还要老 柳川志的老领导 那这个人呢 他创始四通公司的时候 他手上有大把的股票 那个要是说 你允许他兑换成套现的话 那这万先生呢 立马就是超级富豪 那么他呢 一直是想想办法 把这个钱给给怼出来 他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跟胡锦涛非常好 非常好的哥们 同学吧 那么万先生就想 那么胡锦涛上台之后呢 万先生就想 动了点心吧 就想 我也注意到他写文章 还能搜出来 你搜万润南胡锦涛 你能搜出万这个万润南的文章来 写的很好啊 同学的情谊 那真是 看了之后 那就是很好 真的很好 同学嘛 谁没有同学啊 对不对 结果你才怎么着 人家胡锦涛根本就不认他 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不搭理他 有人家的考虑 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你知道吧 这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权力啊 权力这个这套体制 一个正常人 尤其是你一个正派的人 你进入这个体制之后 你根本就不可能保持一个正常的人的这个品性了 你就变成一个机器的一部分 太多了 这个天要黑了 太多例子不能讲 魏京生多次跟我讲 魏京生年轻的时候跟那么薄熙来也很好的哥们啊 能说上话 而且他们一块战斗什么的 后来魏京生出狱之后 想去到大连见见那个薄熙来 薄熙来根本就不见他 薄熙来躲起来了 你想大连那个市长还是 批大力官 不是说批大力官 就不是那么重要吧 就算一个中级干部吧 算不上高级还没进政治局吧 都躲着他 所以中共 这些官员 你就是说 王军涛现在跟那个李克强也是同学 怎么着啊 人家根本不搭理他 人家根本就不认 人家根本就不认 所以说这个是理解中国政治 必须得必须得这样 就算你 真的是早期是习近平派出来的 让你帮着他清除 这个 这个王岐山的啊 就算你一个政治工具吧 用完之后 用人家给你扔掉 人家绝对废掉 这个所以说 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啊 或者我们作为这个 真正的民运人士 自己心里要非常清楚 这要非常清楚 别那个 就说 美国之音啊 美国之音这三个人开除了 龚小夏 东方 李肃 这三个人开除了 我觉得李肃这哥们被开除太冤枉了 我觉得龚小夏被开除啊 东方被开除 还有个说法好歹的 对吧 龚小夏是这个 中方他们两个都上镜了嘛 而且整个的这个 安排这个老国直播的这个 这个事啊 也是他们两个鼓刀特热情啊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闻素材 他们认真做 李肃好像是个后台的一个技术人员吧 不知道为什么这李肃兄啊 也给也给 我觉得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李肃做的那个节目相当不错呀 我建议大家上 YouTube去搜一下李肃的节目哈 讲中国的 中共的这个密室 讲得非常不错 那节目是精心制作的 听说现在那个节目给停掉了 美国最近就是特别好的节目 他都给你停掉 不让你做大 咱也不知道他妈的什么心理 好像挺替共产党 这个凡是能够真正刺激共产党的 美国最近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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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的 口才又好 又住在美国之音家门口 然后对中国的政治又是了如指掌 侃侃而谈 比他所有的嘉宾讲得好 人家坚决不用 人家坚决不用 尤其是公小夏 执掌美国之音的时候 十来年吧 李肃光从来没有机会上美国之音 不让上 人家替共产党执行的某种言论管制的尺度 后来公小夏下来之后 出了这个事之后 419出了事 公小夏就歇菜了吗 在家里面接受调查 我是费了拿劲 给郑玉文说了好多好话 又等了三个月 我才有机会上了一次 对那张照片很好 我也挺喜欢那张照片 真是有战友情 不是夫妻 夫妻没关系 别这么说人家 我配不上人家郑小姐 郑小姐非常好 确实好 什么结局 我也未必是个坏事 我觉得美国之音这三个记者 被这么开除了之后 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美国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如果是央视三个记者给开除了 那就开除了 找个这儿把你好工作也不可能了 你告央视 不可能 根本没人受理你 在美国有人受理 我是鼓励他三个人打官司 打官司告美国之音 如果能告赢的话 说不定还能唠一笔 这方面郑小夏很有经验 郑小夏过去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 当粤语部 粤语组的主任 后来大概是被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给裁掉了 他认为不公平 他就告了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打不起这官司 因为打官司是个疲劳战 你得雇着律师去打 最后他们两家和解了 郑小夏拿得很大一笔钱的赔偿金 多少 至少50万 听说是在50万美元左右 那你想在美国 你来一笔50万的横财的话 那就是相当爽了 日子过得非常爽 换新车 新房子 什么都得换 男的的话换老婆 对不起 不能说这个 你可以说 我不能说这个 不能轻易换老婆 要向郭文贵学习 从小 我那个因为太大了 知道这个故事 我小的时候要见郭文贵 他我也学他 我也找个女的私奔了 那多浪漫啊 老了之后不是一种 美好的回忆吗 对 我鼓励他们打 打赢 打不赢很难说 很难说 如果美国之音的 现在的领导不撤 那打不赢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万一领导撤了呢 美国之音台长撤了 对吧 东亚部主任撤了 那就有些事 就可以重新解释嘛 那就有可能 有可能能赢 我其实啊 老早就鼓动老郭打 老郭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搭理这个茶 因为老郭打的话 我认为能能打赢 而且肯定赢 因为他欺负老郭了 把老郭的这个说好的这么多广告 对吧 你伤害了老郭的信誉 甚至还可能造成了经济损失 对 他有他的考虑 咱们不管了 咱们就是吃花群众看玩吧 咱就像看京剧 觉得卧槽 你这个情节发展多好啊 结果人家主任公不愿意啊 这没办法啊 张晶啊 哎呀这个事呢 这个时候我没有机会说 张晶啊 张晶是不是特务 你得听FBI的 张晶被美国之音雇佣之后 他要经过FBI的审查的 比中国的政审也延 FBI专业 那么完全掉 掉 掉进去 所以说 这个老郭多次说这个张晶是特务 保胜也说 赵岩也说 这个都是不治啊 没有证据 你拿不出证据 你要拿出证据 你递个FBI 那不就得了吗 熄活了吧 你拿不出证据的东西 你就不能说 哎 所以我说 如果老郭主动告了美国之音的话呢 那立了案 老郭的律师可以收集 收集这个证据了 可以请任何人 张晶过来 我审问审问你 你必须得回答 你现在审问张晶 我跟张晶打过电话 我问他 我说你是偷吗 我问过他 细节他不能谈 他那个时候 因为已经出了事之后 内部就说了 你不能谈这个事 等于加法 美国之音的加法 限制他们这些人 那你要大气官司了 那加法就不管用了 对吧 你得上法庭上去说呀 开庭之前 你的律师可以审讯他呀 所以说 如果他没有证据 说人家张晶是特务 只能最后伤到自己 这个 所以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这个事儿 人家不追究 那是人家 人家不追究 你不能够把话柄落到人家的嘴里 所以这个我认为不是个好事 天黑的太快了 对不起 咱们就要不先聊到这儿吧 我以后会经常播 会经常直播 好 那就这样 好吧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11月13号 天 马上就要黑了 中国的听众 我祝你们 这个 注意安全 中国会可能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进入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 关键是咱们搞不清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 习近平跟王岐山梦建筑 他们要不要抓王岐山 他我还挺为老王着急的 那老王要抓你的话 你怎么办啊 你美国这么多财产 你也享受不了了 说到老王这个事儿 我说实在的 我们要 我们要真的要充分肯定郭文贵 感谢郭文贵 把老王的这个神话给他戳破了 起码在世界上 外国是公开谈啊 老王过去啊 给我们的形象 那是连结啊 连结奉公啊 铁面无私啊 无儿无女啊 不贪啊 最大特点是不贪啊 而且是哪出了事儿 涉及到这个 人民生命财产 他是个这个消防队吧 那就是为人民 可以 那意思就是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 可以深更半夜的 可以不睡觉 一心扑在工作上 他是这么个形象 那例子很多啊 那任志强 任志强 上任著著名人大炮 大家都知道人大炮 可以和他凌晨两点钟打电话呀 你想这什么交情啊 就说明 对吧 说明王书记 可以工作到凌晨两点啊 那比我还厉害 我凌晨最多工作到十一点半 我就不行了 那那那是啊 他这么一个光辉形象 结果经这个 老国一爆料 得 行 讲这儿吧 拜拜 拜拜